哈囉大家好 我是凡奇瑞 今天我們回到幸福到永遠旅館 艾拉的勇往 那今天一樣也讓我們歡迎我們的 阿喲 哈囉 還有我們的木木 嗨 最後是我們的萌充一棒 哈囉 那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可以幫我們點個喜歡 還想再看的話 記得按下Youtube訂閱 記得打開同時的小鈴鐺喔 至於八片時間 基本上 這個系列都是固定的啦 阿所以 也可以去我們 如果忘記的話可以去FB的粉絲專頁看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要進入章節式啦 各位 欸其實 很快捏 我們很快就要結束了呢 這總共幾個章節 六個 喔 好快 好快 可是聽說這個禮拜才正準備要上第一步呢 那沒關係啦 哎呀 那我們就 開始吧 務必完成VIP客人的所有要求 要求不易 這看起來就不是很好 你看看 昨天這位客人把 雞尾酒退回了 他說自己只喝 果哥福特加 那種酒一瓶要十萬元 今天一早 有個客人一直詢問枕頭的 事情 請 他說 整心是修亞利白鵝毛嗎 我的整心一定要是修亞利白鵝毛 新來的客人真是個特色 這是唯一能肯定的 欸 唉啦 我們現在都輪兩班 走這樣下去 我們不知道還能撐多久 嗯 旅館現在吸引了不少 頂級客人 我也知道這種客人的要求也更多 但好歹旅館總算轉虧為贏了 甚至還有攝影師訂房打算來我們旅館拍照 很快旅館就有足夠經費完成最後一間主題客房了 這股動力一定能幫我們順利摘下第二顆星 我只想說請大家耐心一些 旅館目前狀況不好 等等熬過這段時間一切都會是值得的 忍一忍小抱 好 這是誰 這是我嗎 不知道 是那個賤商嗎 對啊 好像這是我 好 我看過他的報導 以18歲的姑娘來說 她算是才華洋溢了 上次你一下的賭注或許不是明智之訣啊 啊 別擔心 她是我妓女 我了解她 她很快 就要跌落雲端了 那你可 那你可得確定她誰得夠重 哼 我正好知道該怎麼做 這企母課跟這奸商搭上了吧 真的 根本已經搭上了吧 對啊 他們其實搭上了吧 真的很糟糕餒 好啦 我們繼續 下去囉 OK 我們 還差200塊 加油 加油 回頭玩過的關卡會拿到我額外的錢嗎 好 好像不會吧 好吧 等一下 我在你訂計劃喔 嘿這很重要 我還沒想好該怎麼處置那房間 我知道你一定也會很興奮 旅館體有一整棵活生生的樹 我是說 我知道為什麼爺爺一開始關閉了它 但是老不好不相信詛咒 我也不再相信了 那間客房一定能讓我們賺大錢 那間客房一定能讓我們賺大錢 我問你效勞嗎 查理 對我說話不用這麼正式啦 你看 你從哪找到 這是你阿公的東西啊 那是瑟琳 就是讓你們家族發生種種悲劇事情的女人 我打開了 這是什麼 上電墜 上搜的房間 我一直忙著再重新佈置 而且那個房間真的很美 那房間也豐富的夠久了 也該給他點光愛啦 我也希望 是傲嬌 喔 請進 那是我媽的洋裝 喔 因為你忙著搞舞會的那些事情 我們以為你不會介意的 那是我媽唯一的遺物 那 那我 你穿著 那是我的洋裝 哎呀呀小乖 別那麼暴躁嘛 以法來說 那是我的洋裝 我有權處置它 就如同我有權處置這間旅館一樣 問題不在於合不合法 在於公不公平 放棄吧小乖 留著洋裝 或者是 我隨便開除一位你的員工 你自己選吧 這跟它沒有什麼關係 放開那件洋裝 小乖 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你有什麼時候覺醒 快回頭是暗啊 真的我覺得它好像一直都 我 其實我覺得它就只是屬於一個聽媽媽的話的乖乖牌而已 嗯 王號 奶奶你的牙齒好尖 呵呵 是 是大野狼是吧 哈哈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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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 繼續囉 嗯 開死了 嘿 嘿 我回來了 這間客房還沒好嗎 其實呢 已經好了 唐娜 你能幫哈娜保留魔幻森林房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夢幻森林 所以 房間裡有樹囉 類似 百件 米莎哈娜 就是那個阿 我的天哪 愛拉 這太夢幻了 的確不是嗎 這讓我很崩潰的事情 呵呵呵 是怎麼嗎 是怎麼把整棵樹弄進房間走了 他太瘋狂了吧 我吃了一點消耗 我不要說你了 你那些追蹤者超愛的 這是我的榮幸 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 這首歌叫做改變 許淑銘其實是如何改變一個人的 和跟他的人生 我上次來訪後突然有了靈感 哇哦 這是 好美的歌 我爸總是說 這隻地方有一種魔幻的特質 活動 這也氣氛很棒 其實我還在學著適應 外界的注意力 總之我希望在你們的化妝舞會上 首次表演這首歌 前提是你們的宴會廳還沒被 聽走啦 哇可以的話太棒了 我找了蓋布里歐的堂科當DJ 但我相信能幫你安排一個庫毛出來 他音樂其實還蠻好聽的欸 他音樂其實還蠻好聽的欸 衣服還你,尺寸太大了 反正我們已經幫珍妮佛找到更棒的洋裝了 已經換顏色了 我不會參加舞會了,大廳不能沒有人顧著 小乖,你去花了好長時間做計畫 你不該去找點樂子嗎 旅館人手不足,這麼重要一碗,我才不會去找樂子 胡說,你一定對你的員工有信心喔,對不對啊,小乖 嗯? 真的壓力太大了 我覺得你偶爾需要給自己點壓力閥,切壓 好吧,我們該走了 反正我也沒有舞伴 其實這才是重點吧 艾拉,你也還好吧 我為了舞會覺得壓力超大,還有超多事情要做 艾拉,打賭之後,你就一直很忙 不要忘記偶爾休息一下,欣賞一下風景 嗯,你說的有道理 在你自己主辦的舞會上玩樂一下,還有比這更好的方式嗎 大家一塊放鬆啊 我不是要別人想不想和我一塊放鬆喔 大家都很討厭我 嗯,不是討厭你艾拉,我們只是很想念你 要摘下第二顆心,壓力實在很大 我不知道大家究竟能不能理解 嗯,我知道,我會幫你說話的 我倒是想起也該邀請誰來參加舞會了 嗯,是重要的人吧 你看了就知道 呃,嗨 嗨 本公主還沒有找到舞伴喔 想當我的王子嗎 嗯,你說真的 嗯,我把邀請韓寄給你了 別忘了戴面具喔 看來,我有舞伴了 和白馬王子一道 嗯,我把邀請韓寄給你了 猜猜他會是你的真命天子嗎 我不在意 接收吧 詛咒 我要去參加舞會囉 但是,我不會跳舞欸 時間度過得好快喔 真的蠻快的 讓我們迎接最後一關啦 不 啊 跳酒師要瘋了 但是,我不會跳舞啊 連一點都不懂 別擔心 跳舞啊 就像走路一樣簡單 只要你跟著旋律舞都 像這樣 我說的沒錯啦 你已經抓到訣竅啦 好 小姐 不好意思 可以和你的可愛舞伴跳G舞嗎 當然可以 嗯 我還以為你 那邊有樓梯 原來只是接縫嗎 哈哈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艾拉會參加 會 這個舞伴是誰 誰管這個 他會參加 這似乎是個 新 福丁頓先生 過來的好機會 他是 旅遊手冊的評分員 他會讓這家旅館 和二星絕緣的 我該怎麼辦 什麼也不用做 旅館本來人手就不足 阿拉那天 絕對沒有空會注意我們 我和 普丁頓先生 會在午夜準時到達 他會看到 他會看到 他經營的 一團糟 你確定要這樣 臉別臭臭的嘛 一定有好戲可以看的 我真的覺得 自己母越來越像那個 庫伊拉了 我真的覺得 自己母越來越像那個 我也是覺得啦 他講說他午夜要到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是會姑娘了 呵呵 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 就先到這裡了 究竟 午會上會發生什麼事呢 讓大家 敬請期待 我是番茄瑞 我們之後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幫我們點個喜歡 還想再看的話記得按下 Youtube訂閱打開 動作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